当一部剧演到精彩时 他喵的主角却死了 你说这气不气 只见六八六车队 一人开着一辆车 追着敌人满地跑 那家伙是相当嗨批 直接就把敌人逼进了房区 真不愧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 这横冲直撞的车技 差点就把师傅捕了 小星先是被敌人打倒 好容易爬了起来 又被敌人按在了地上 身为主角的小星 在倒地之后 肯定会被三个徒弟抢得失救 可喊了半天 嗓子都干冒烟了 竟没有一个来救的 主角就这么嘎了 救我呀 哎呀 这可是导演小星专门请来的保镖 在表演节目的同时 更重要的是保护小星的平安 由于三人误判会有人救 导致错过了救援时机 主角就这么隐恨西北了 口口声声他妈装备装备给我 到危险时刻他妈不救我 看到徒弟玩的还是那么嗨批 小星真是越想越气 还有还有不止一个 我能不气吗 我都都死了 他跟他打那么开心 当师父要大度 本来气已消得差不多了的小星 又被观众提起来了 我太大度了 我当上师父 我也别当师父了 我当佛祖得了 我当上师父 我当佛祖 当佛祖多好啊 他们三陪我直播 我看他们 关在他们行不行 事后 小星让他们各自 找出自己的问题 避免以后再出现类似的情况 谁的问题快说 我 阿康为什么不救我 跳下我就打了 都有问题 为什么不救我 起来了为什么不救我 我起来了 星哥往里面跑打药 你往里面打药啊 你跟小冬一样啊 楼下打药 这不我我我满过去就顶着他们呢 这不汤子不知道为什么又进来了 我又想出去 然后汤子又给我叫进去了 他叫你我叫你就不行是吧 什么意思啊 我看到东子找你去了 我问你是不是想我死啊 我就帮他去了 是不是想我死啊 没有心 是不是不想不想跟我打了 说实话 没有心 三个人没有一个人救我是吧 我请问你们一句话能不能打 能打 别什么装备都给我了 连我都不救 你给我装备有什么用 打个要他们进去打架了 一直喊一直喊 从满血就开始喊救我 我还担心你们 你们一个不担心我 不能打就别打啊 说实话不能打 接着跟观众们说不打了 在接下来的两场游戏里 又出现了不同的失误 为了避免以后能尽可能的少出现失误 小新惩罚徒弟自雷 你们三个自雷 别打了 看我操作 事后小新也总结了 自己直播的时候 脾气是大了些 但是他这也是在关心徒弟 零下播前也和粉丝聊了聊自己的内心话语 我一定是在你们 看我直播 看我直播的这段时间里面 成长 喜怒哀乐 都会给展就是出现表现在你们面前 我不可能一直给你们带来快乐 就像今天一样 我也会很生气 我也会给给你们带来很多情绪 我保证不了我每天直播给你们带带来就是开心快乐 但是我我会在你们每天看我直播 见证我的时候 就见证我的成长 见证我成为一个 可能就是说性格比较越来越好 也能管控自己吧 尽量不让自己 脾气 不好 尽量不让自己 不要多生气 但是你们也知道 对待自己关心的人 怎么会不生气呢 如果对待自己不是不关心的人 他怎么可能气得到我呢 对吧 就像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你说你让父母别生气 旁人去劝 别生气 别生气 气大了伤身 伤肝不好 那你说对待自己的孩子你能怎么办 你喜欢他 你关心他 你才会 你才会有这种情况 你说你不喜欢这个人 不关心这个人 他怎么气 他气不到你 你只有自己的孩子 你才会 你才会生气 没办法 在亲人这一块是改变不了的 像有的家长打自己的孩子的时候 也不愿意打呀 但都不打 不打 他改变不了 有的时候光 光凭就是教育了一点 有的孩子他不听 你教育不过来 你光你有知识 你去劝导你孩子 但你孩子油烟不尽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只能出现一个坏人 去把他打了 把他打 把他打知道疼了 知道痛了 那么他才能醒过来 你光嘴上说 有的人 没有用 听不进去 需要两者 相加去教育 去管控 才能 管好 当然有些人比较聪明 嘴上说几句 他就懂了 但有些人他可能打 你都听不了 他都听不进去 你打他 他越判你 对吧 你越打他 他越判你 你越说他越不听 怎么办 我不想让自己 就是变得 阴谋 不想让自己变得抑郁 所以我尽可能的 有脾气 有气 我就杀出来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好的 发泄方式 好吧 当然 在直播的时候 不应该这样 但是我 如果 我等到下播 之后再去 去说这些 那么我 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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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可能就已经有点 会往 一某那个方向 去发展 所以只有 有什么问题 当面 我去解决 当面 我去 处理好 要不然 我可能 直个波 我就跟他 不说话 我就跟他 不说话 我能怎么办呢 我就不说话了 我不说话 你们看 肯定看着不开心 那我肯定要把这个事情 给解决 那解决的问题 那么 那么我尝试了 用 劝导的方式 去解决 但是 没有用 那么我只能 用 生气的方式 去解决了 我知道这个生气的方式 可能很笨 有很多人不喜欢 但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 我因为我带的是徒弟 我不是队友 队友的话 我说几句 他爱玩不玩 不玩 如果这个队友 跟我配合不来 我不会再花时间 就跟他配合 但是我带的是徒弟 我没有办法 我要咬着牙 去把他们带好 除非我不想管他们了 对不对 那我说的是不是这个理 所以还是有很多兄弟们 能在 我被很多人不理解的时候 站出来 去支持我 去让我不要理那些 那些人的话 我没办法不理 你知道吧 我没办法 但是我可以尽量不理 尽量不看 尽量不被这些弹幕所影响 晚安晚安休息了 话也讲的差不多了 讲多了也不好 言多必识 你们听多了也烦 那么今天 就先这样了 好吧 三点了 也是 加播了一个小时 对吧 明天见吧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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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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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